哈囉大家好我是天蟹 大賽終於要來了 我們的台灣地區聯合賽 台中站 想必各位玩家已經準備好自己的牌組 且準備美美的卡套 但是你的卡套真的合格嗎 本節目由POTO STORE贊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線民 可以到POTO STORE購買序號 輸入代碼SKYLIGHT可以享5%折扣喔 寶可夢的卡套一般分為三層 第一層為保護卡片 第二層則是讓我們的卡片不要露出來 第三層的話就是來保護我們第二層精美的卡套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會以寶可夢卡牌的玩家視角 來為大家評比我們每一家的第三層卡套 喔 有人問第二層是不是 欸第二層的話 如果這支影片的點閱啊 破一萬我就來準備來籌備好不好 因為第二層的卡套比起我們第三層 種類又多了更多了 沒有辦法一池之間整理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以第三層為主 那麼如果有廠商想要借這個機會來工商一下的話 也是可以的喔 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我們卡套的準備 需要注意哪三件事情 如果不小心犯錯 嚴重的話甚至會DQ 也就是移除遊戲喔 第一點 我們所使用的卡套啊 必須是官方的或者是宿舍的 這兩種卡套的其中一種 第二點我們的卡套層數需要一致 例如我手上的這幾張看上去都是一樣的 但其實我的第一張寶可夢交替 它是有多套一個第一層的卡套在這邊 這個行為要特別注意 要嘛你全部都套三層 要嘛你全部都只套兩層 或只套一層而已 再來最後的第三點 我們卡套60張的卡片 所有的外觀必須是一致的 這點看起來簡單 但也是許多已經加入一段時間玩家 常會犯的錯誤 例如說我這邊是現在60張牌的 但其中啊 其實可以大概稍微看得出來 我們有一張的卡套 它是一個比較新的 可以從我們側面 或者是從它其他外觀去看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買到卡套啊 全部套進去之後 你可以稍微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有其中一邊的側面啊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某一張跟其他59張是不一樣的 這點是要格外注意的 那這邊是因為我為了方便大家比較 所以有把其中的一張換成全新的比賽時候 是真的要注意的好不好 這個第三點 也是今天為什麼要來拍這部影片的重點 我們現在很多市面上的卡套 它並不是一包就有60張 畫面上的這四款 是現在一般販售比較能夠買到 我們一包卡套啊 總共有60枚以上的 那如果我買兩包是5050的 這樣合在一起可不可以 他們都是同一家出來的啊 當然可以 可是會有風險 因為每一次我們卡套在出場的時候 它在切邊 也就是剛才所提到的橫切面 都多少會有一點出入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我們要購買第三層卡套的話 經常是購買一次一包裡面有60張以上的 這也是為什麼開頭我是提到 我們這部影片是以寶可夢玩家的視角為主 由我們寶可夢一副牌組是限定我們有60張牌 這一款是R-Line的 它是一包有60張 價格的話 錄在170到180左右 這一款卡套也是今天介紹裡面最後的一款 我之前對它比較印象的是 它在做低層套 就是側插或是圓角的時候 第二個這一款是KMC 它也是一包60個的 價格的話 現在約落在180到200之間 然後它是屬於一層亮面 跟一層磨砂 磨砂就是有種粗顆粒的感覺 KMC的話 大家最有印象的可能是 台灣常見80路一套 然後是第二層的卡套 第三款是BROCCOLI 紫色的一包是80路 價格大概落在250到255 它是有分很多種顏色 那這邊我是選用大家市面上最常買到 也是玩家比較偏愛的兩種 紫色的話 它是屬於一邊是亮面 另外一邊則是霧面的 霧面跟剛才這個顆粒就不一樣 顆粒會明顯的摸出來是粗粗的 它有點像手機的霧面貼膜感覺啦 另外一款也同樣是BROCCOLI 一樣80張 價格落在285到300 這個它就是粗顆粒的 拿剛的霧面去比較就會有明顯差距 它的顆粒也跟KMC不同 KMC比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透明了 BROCCOLI它除了做第三層卡套以外 它也有做很多動漫角色 然後是第二層的卡套 所以它當初在尺寸裁件上 算是專為它們這家的卡套所設計的 以上就是這四款 接著我們就來加工一下 把它們套上我們的第三層吧 那這邊總共是對應的四款卡套 分別只套上了第二層跟第三層 就沒有套第一層了 先給大家看體感上的差別 分別講一下 我剛才在套卡套時候的感受好了 這兩款BROCCOLI花椰菜 它的卡套是可以比較合身的 它的寬度會比較貼近我們第二層卡套 套的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 避免去傷到它 長度也比較短 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們在套卡套時候 你看它現在是這樣嘛 我們還要再稍微把它推進去一點 讓它裡面是撐開的 才有辦法去弄搭我們第二層套全部 另外兩款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不管是長度跟寬度 都是做的比較大一點點的 這邊我把它分別裝上四種卡套 厚度的話 我們把它全部壓實 R-Line會是最高的 BROCCOLI兩款差不多 BROCCOLI又比KMZ還要再薄一點點 這邊試一下官方所販售的卡盒尺寸 如果我們要把R-Line的卡套裝進這個卡盒 來試試看可不可以 喔 是可以的 那它的長度會有點突出卡盒一點點 如果你是魔鬼氈的話是還好啦 但是有些人會比較不習慣這樣突出來 當然這一邊是只有套第二層跟第三層 沒有套第一層 如果再套第一層的厚度 應該就是裝模下那卡盒了啦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側面的切工 R-Line這邊 遠看是看還好啦 不過由於它厚度比較厚的關係 它有些切邊它有多餘的塑料 我們可能要再去用就是人工的方式把它摳掉 才不會有側面是不太一樣的問題 KMZ一樣來看它側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紫色的側面做工啊 感覺也不錯啦 好像有些它在側面的反攻會比較嚴重一點 不過因為這個有80張關係 我們可以把那幾張誤差比較大的 藉由其他20張來做分換 那再來是藍色的 瓜克里的粉切面 它的做工品質還是蠻優的 但有幾張它的反光一點 優點就是它有80張 所以遇到這種問題還是可以換的 那麼接下來就是來洗牌的時候 來比較一下我們每一個牌洗起來的感覺 這邊也推薦大家 如果我們要洗這種就是有套第三層塔套的卡片 我們可以不用全部一次拿 可以先拿大概一半又多一點點 剩下有一點等一下要再來加進來洗 它切起來比較沒有這麼順 可能是因為它兩邊都是亮面的關係 就是沒有到這麼順暢啦 刷牌的話好不好 這邊也幫喜歡刷牌來玩一下 測試一下 7張的刷牌比起來 會有這麼一點K 因為它兩邊都亮面的關係 沒有辦法刷得這麼順暢啦 這是我自己的體感 那第二個是這個KNC 我手上這一點雖然不是全新 可是差不多九成新啦 那一樣來切切看 就會稍微比較順暢一點 就是你只要在我們一開始進入口的時候 稍微小心一下 那後面其實都洗得蠻順暢的 然後刷牌的話 還不錯 它其實卡套比較寬一點點 就跟R-Li一樣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 每一個玩家都會刷這麼順暢 畢竟我手指比較長一點 接下來換我們Bropley 紫色的這一款 霧面的 全新的也蠻好洗的 喔 體感不錯 刷牌的話 刷牌的感覺也不錯 藍色Blocket 然後它是磨砂的 好切耶 可能是因為它寬度 比較沒有這麼寬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側面切起來 蠻順的 再來是刷牌 有刷起來的順暢度 又比紫色的還要更順暢一點 兩邊刷牌順暢的話 這一款會比KMC 還有剛那個霧面的 還要好刷一點 寬度沒有那麼寬的話 相較於我們在刷牌的速度 就會有些提升 最後這邊來做一個總結 R-Light的優點是 它很耐用 然後很經濟實惠 不過 可能旁邊側面 多少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如果有這些問題存在的話 60張是沒有辦法做更換的 如果真的要拿去做比賽的話 可能在上場前 還是要稍微檢查一下 再來KMC的優點是 它的做工是全部裡面 我覺得算最穩定的 不過它在刷牌 跟洗牌的評比上 只有贏過R-Light 還有一點是一樣 是60張的關係 如果其中幾張是 明顯的誤差的話 一樣沒有可以更換的餘地 紫色Broccoli它的優點是好刷牌 側面如果不小心有反光問題的話 也另外有20張可以做更換 缺點的話 可能是套卡套的時候 要比較小心一點 最後則是藍色Broccoli 它算是如果我不去考慮價錢因素的話 我會第一個優先選擇它 刷牌是最好刷的 然後洗牌是最好洗的 另外一個優點是 它在磨砂的處理上 是比較透明的 如果你想要比較完美 呈現我們卡套的話 是可以選的這一款 一樣有另外20張可以做更換 所以我這邊是覺得還不錯 套卡套因為比較合身的關係 會比較難套一點點 最大的缺點 它的價格是全部裡面最貴的 當然它們要貴也是有它們原因啦 畢竟如果我們今天都買一包 這兩個可能因為後天衣術所受損的話 當下沒有其他的卡套可以做更換 Broccoli一包80張的話 就比較能夠避免這些問題 這個卡套帳數往上加20個 它的價錢還在我的合理範圍內 以上就是今天這4款 第三層卡套的評比 給大家做分享啦好不好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並分享出去 還有開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